意大利古吉兰圣第三集 巴黎海岸风光 普罗伦斯圣母百花教堂 临组广场 这里是意大利巴黎附近的海滩 正是夕阳西下 晕红了浪花翻魂的海面 我们在这家滨海滩馆摆摆 团员们格外欢喜 高兴采烈 来到这意大利海滩边 晚餐上海景与夕阳 离开台湾如此的遥远 大家居然能来此相聚 真是不容易啊 现在还未到剩下细水时 第二天清晨的海边 显得特别宁静 沙滩上空无一人 今天准备探访巴黎港及佛罗伦斯 眼下就是巴黎港 是意大利南部第二大城 面临地中海的雅德利亚海 历史可追溯到三世纪的罗马帝国 曾经一度是意大利重要的贸易港 现在看来货柜船几乎没有 这里景点有三处值得观赏 圣尼格老圣殿 圣测比诺 祖座教堂以及斯瓦比亚城堡 因时间短处无法前往 不如在海港边轻松的闲逛 沿着港边的城墙前往老社区看看 地松海型气候下干冬雨 大部分的时间是晴朗 阳光充足 海水湛蓝 漫步进入旧城区的巷路 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都以石威岩块为建筑材料 巷路狭窄 从巴黎港沿高速公路 前往佛罗伦斯 车程需要四个小时以上 马不停地前往许志摩 所说的肥冷脆 古罗伦斯 沿途欣赏亚平林山区的风光 天空盛光普照 我们进入佛罗伦斯城 当年中国文学家许志摩 将古罗伦斯 音音成为肥冷脆 美丽的地名 也带来游客的瑕疵及好奇 无意间也成为热门的卖点 然而这里最有看头的景点是 圣母百花大教堂 及林祖广场 已经享武了 先至餐馆享受美味的丁骨牛排 中文字幕提供 抓紧时间 仓后转个弯 就看到文明世界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它是一座天主教堂 属哥德式建筑风格 开始建于1296年 由建筑师阿洛尔迪堪比奥设计 一直到1436年教堂大穹顶完工 漫长的140年全部完工 在这140年当中 在1334年 由大画家乔托迪邦多纳所设计的钟塔 定名为乔托钟塔 而另一座建于1095年至128年的 圣约翰洗礼堂 因此大穹顶的祖座教堂 乔托钟塔及约翰洗礼堂 三个部分合成眼下的圣母百花大教堂 以大穹顶祖座教堂为中心 外部一律使用色料不同的 白绿粉红多色的大理石铺器而成 色彩斑浪和谐 成为意大利美丽建筑作品之一 右边是主座教堂大门及红色大穹顶 这是红色穹顶主教座堂入口 教堂穹顶上是画家乔尔乔瓦萨里 彩笔具形画 定名为末日的审判 是文艺复兴时期剧作之一 买票进入可上穹顶上的尖塔 观赏整座佛罗伦斯城 佛罗伦斯城美丽的红瓦房 也看到这座桥托钟塔 这一座六小型外形的房屋 是约翰洗礼堂 这座洗礼教堂比主座教堂的资格还老 有许多佛罗伦斯的名人在此受洗 比如大名鼎鼎的神曲作家坦丁 就是在这里受洗 这是洛伦佐吉贝尔帝制雕头像 洛伦佐吉贝尔帝在洗礼教堂的北门铜雕 但是他设计的东门铜雕更是出名 然而眼下这立体铜雕是复制品 珍品以一致主教座堂的博物馆 铜门上描述圣经上十个场景 精致壮观 被意大利雕塑家米克兰基罗 占誉为天堂之门 这是洗礼教堂的礼拜堂正堂 天花板与穹顶上金碧辉煌的画作 从这个角度可观赏到 约翰洗礼教堂 乔托中塔及红顶穹龙主座教堂 形成三教堂一体的文明侠尔的 圣母百花大教堂 排队进入教堂内部看看 大门上的铜雕 内部看来十分庄严 大厅祭坛上有耶稣定在十字架上的尊座 顶部穹龙的壁画 画中都是圣经的故事 穹龙顶的天窗是受难者升天之路 周边墙上放置各样圣经中的人物 地板铺着美丽的大理石 这座主教教堂外观 给人庄严树木的稳重气氛 通过共和国广场 人来人往 这里有许多商家 经过罗马时代仅存的塔楼 这墙壁上是神曲作家 弹钉的塑像 马路地板也有弹钉头像 罗马时期的水井 两旁边的铁钩 是酸马用的 前面看到了临主广场 高耸钟楼的旧皇宫 典型的拱形窗户 十世纪的建筑物 搭配相在墙园上 盾牌形的四灰 表示不同的主政时期 现在是市政厅 这有三座拱门建筑的 是佣兵良亭 这广场是欣赏文艺复兴时期 雕塑创作最集中区 这是海神喷泉 市政厅门口 有座米开兰基罗 创作最有名气的大卫石雕 他定义了男人最完美的身材结构 佣兵良亭 自放很多石雕作品 这是用整块白色 岩石雕刻的人体结构 强调不是个别组合的 神话中的帕尔修斯手提 梅杜莎被斩下的头 因梅杜莎与海神波赛东游览 雅典娜一动之下 将梅杜莎变成妖女并斩首 石雕作品 强辱撒兵妇女 石雕作品 赫纳克勒斯 与半人马 聂索斯战斗 巴特诺米奥 阿曼纳提 作品 狮子 表现出狮子悟空一切的神韵 广场旁有一座金铜猪 摸一下猪嘴会带来好运 猪嘴永远金光闪闪 走进市政厅看看 一进门就有一座天井 漂亮的石柱 回囊上天花板与墙壁满是多彩的图画 石柱上的浮雕 这座石雕不知是哪位大师的作品 看来像罗马时期的洗手台 看不懂是哪位大师的作品 这石雕里好像在闭目养神 从大门看屋外 又是一种欣赏的角度 这厕所的洗手台 很特别 很美观 在意大利旅游景点内 最麻烦的是 妙集找不到厕所 甚少公用厕所 好不容易找到厕所 几乎都要一欧元 要不然到店家买东西 就可借用厕所 也成为许多游客 上厕所的一种精神压力 要有心理准备 眼下是通过佛罗伦斯的亚诺河 我们将离开佛罗伦斯 请续观赏第四集 《罗密欧与朱丽叶爱的故乡》 谢谢观赏